黎智郭收押所一个在囚人士 企图商丢自杀获救 事发在昨晚7点半左右 41岁在囚人士在洗衣工场 将床单绑在消防侯馆 企图商丢自杀 被拯救人员发现 并将他救起 他当时昏迷 经院所医生检查和诊事之后 送到公立医院作进一步的治理 处方已经将案件通知警方 企图自杀的男人去年3月 因为犯运危险药物罪而被还压